好可以看到泥水碎石占据了整个路面 已经完全看不到原本的道路 因为轩兰诺台风的外围环流 带来间歇性的强阵风和大雨 新竹县逐67线两公里处发生土石流 车辆根本无法行驶 另外一样在新竹县122线道 也有因为风雨造成道路被阻断的情形 车开到67.5公里处 眼前树木挡住了去路 新竹县五丰乡大爱村的村长 拿着电锯把树枝巨断 再一节一节挪到路边 让来车可以通行 而一整条122线道 有多个地方都因为树木或土石流 影响到路面 37.5公里处也有土石摊坊 虽然还有单向可以通行 但雨势风势都是间歇性的来 山区的边坡容易有摊坊状况 民众还是尽量避免到山区 以上是为您转目消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